1月15号晚上 大陆著名艺术家艾未伟 有遭到中共当局的传唤 理由是涉嫌围攻摄像头 这一理由不仅引发大陆网友的嘲笑 律师们也指出 当局安装摄像头监控公民 本身就不合法 艾未伟1月16号在推特发文说 昨晚被朝阳区南高派出所传唤 传唤理由是涉嫌围攻摄像头 艾未伟的推文一出 网友笑倒一片 在推特上官方传唤的理由不断嘲笑 网友说 摄像这人头伤得重不 有没有伤情鉴定 有没有拍CT呀 旅美经济学家何清莲 在自己的推特上发文说 这条消息滑稽感十足 围攻通常指对人施加的行为 摄像头是物不是人 除了共党将其专政用的物品也提升为人 伟大的党已经随心所遇到了 语无伦次的程度 艾未未的母亲也觉得好笑 什么笑话都有啊 你们就当笑话看吧 她就说到她的录像上看出来 看着好像是他们 扔什么东西打这个摄像头 有几个人 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 这一理由不但可笑 而且没有法律依据 律师们指出 除非当事人自愿安装监视摄像探头 否则当局在公民大院周边 安装监视镜头 就是涉嫌侵犯公民的权利 无论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 还是治安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都没有这样的理由 果真有什么摄像围攻摄像头的话 中国又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一了 就是一个派出所的警察的话 就成了法律 就相当过去的甚至了 可见这样的派出所 她是在怎么执法 但是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并不止限于艾未未身上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 为了拍摄纪录片 去年10月 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发出采访邀请后 也受到了严密监控 我们家门口安了十分个摄像头 从我们家门口一直到大马路 不到800米的这个路上 我的生活空间在家座 我没有隐私 我是10月30号 向胡锦涛发出交警之后 出现了这个问题 姜田勇律师表示 现在官方的类似行为 都以维稳为借口 这个国家不在保护公民 这个国家现在就在对付公民 他真正的不是管治安 他管的是维稳 就维护这个所谓的政权的稳定 维护他的政权的稳定 不是国民的政权的稳定 姜田勇律师说 官方这种行为涉及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的职权犯罪 相信在将来民主化到来的时候 绝对会受到追究 不会一笔带过 而当记者打电话 给传唤艾未未的 北京南高派出所时 接听电话的警官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新唐人记者李运上宴 王明宇采访报道